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或是平凡生活的翩翩起舞 或是热烈的渴望打破世俗的生命力 我们探访 挖掘 记录当代故事 听他人 关自己 这个东西太亮了 效果完全出不来 你知道吧 字太亮了 每次到了展览 其实都是给累的半次 可是你的这毛病就在于说 你看到一点点的不舒服的时候 你就想改 你再拿一块玻璃 然后看看它中间镜子的啥效果 可以可以可以 这样没事 很多人为什么一到周末就去现代美术馆 当代美术馆看那些看不懂的东西 这里就形成了一种文化的等级感 显然我的品位可能比你高一点 因为我知道去看看不懂的东西 艺术和我们一般的观众之间 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 制造了非常大的一个鸿沟和距离 那中国今天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几千年以来的汉字的学习和使用 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我们的思维的方法 当代艺术也是很多是无病深阴的 觉得艺术需要这种怪诞 可是它其实不好看 不美 提醒您节目正在继续 本节目由豆本豆植物有机豆奶冠名播出 豆奶牛奶换着喝 营养更均衡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本节目由25年专注高品质燕窝的 燕之屋特约播出 徐斌老师绝对是中国当代艺术家里 最受关注的一个 他的作品一般人想到天书 地书 然后英文方块字 他拿到过美国的麦卡瑟天才奖 他的作品在我看来就是用 视觉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戏出其不意 有它的先锋性 但同时又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 他很有善 很有耐心 是个很可爱的一个人 那这个展览算是从一五十年以来 在国内展出最大规模的一个歌展 完全就是一个艺术爱好者 然后年轻人的一个打卡地 然后由艺术家本人就亲自地讲解 那感觉很爽 您好 徐斌老师 我刚才站在那个中间 他们说是最好的地方 看了一下 很多人不太敢走进去 我还好 身体上会觉得有一些晕眩的感觉 这是正常的话 有一点 然后容易有一种踩空的感觉 对 像很多人来会站在这个地方 是吗 对 就是 如果拍照片的话 会形成一种很奇特的效果 对 它就感觉是这样 对 对 对 反正这个空间 我后来发现特别适合观众来打卡 是 因为它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效果 其实在这个整个大的空间里头 或者往下看 它都不可能找到一个特别完整的一个阅读视角 总的来说它是越往上走 看得也清楚 看得越清楚 就是说阅读 所谓我们 就符合我们阅读的习惯 还原 对 就是这文字的还原的程度越好 因为我们阅读都是在二维的一个平面的关系中 但是我用那个原点透视的原理给它拉伸了 这个对不容易阅读 再加上英文方块字 它又是多了一层阅读的算是障碍 但是我们在看的是我们习惯于 再把它拉回到我们习惯的那种存在的方式 跟感觉 对 我们的设计其实在于它真正的那个理想试点 在这个美术馆空间之外的上空 不同的观众会不同的解读 就是引力俱长 我会觉得就那所有的真相都摆在你的面前 那我依然看不到它的全貌 是 就是我老说 比如说 911和今天的俄乌战争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一定是有关系的 对 你看一定是有关系的 一定是有关系的 可是这种关系复杂到了我们人类没有能力 只有很小很小的一种能力能够计算 我们俩今天为什么坐在这 其实都是计算不清的 只能计算清很短的 小小的很简单的几个跳跃的结果 但是它其实内部一定有一个因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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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关系 这样构成的 它肯定是这样的 对 就跟刚才我看您的那个创作的像年表一样的 你想当年的一个年轻人 他从学版画开始 就他一定是他一个创作的一个脉络的 他为什么会成长成今天 如果当年您真的就从版画系换到了油画系 还会有今天的徐冰吗 我后来想还是版画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领域 他这个小轻便 像鲁迅就说指导项目请客能办 就是很多的版画家 在过去贡献特别大 就是因为实际上中国版画的一个传统 就是参与了中国的社会变革的进程 画一幅打油画多费劲 放在历史博物馆 但是你这个社会现实的发生的东西 版画就可以随时表达出来 在一个版画这个黑白和牵引的文字那绝配 配起来就很好看 它很有那种文化感 你现在说我看到的版画不多了 但是其实今天很优秀的很多当代艺术家 都是版画家出身 版画艺术它是一个非常具有当代基因的画种 每一个艺术家从他的成长过程当中 你一定能够看到几次飞跃 几次转折 那徐斌老师他是央美时期吧 看了当时在北京的一个朝鲜的一个画展 那次画展给他特别深的一个触动 他就意识到自己要有某种细旧重新的那个改变 所以从那个时候他作为一个年轻的艺术家开始有意识地完成 就是对于传统版画的一个创新的一个表达方式 那是很有意义的第一次的一个转折点 比如1986年的大轮子探讨的是印刷的可能性 1987年五个复数系列是将传统版画的制作过程视觉化呈现 1987到1991年的天书 徐斌手工刻字独创了四千多个无人能读懂的伪汉字 1991年的鬼打墙是对万物都可踏印的一次验证 这些创作上突破的手法和思维既有对过往习得技能的运用 又展现了他在版画领域前所未有的心事表达 其中天书是徐斌在国际艺术舞台上展露头角的一件重要作品 天书都是在很多地方展览过 这像是制造了一个文字的空间 而是把书和文字放在一个很受尊重的一个关系中 跟观众看有些字不认识 但是再看有什么更多的字不认识 最后发现所有字都不认识 他就会开始怀疑了 因为整个世界有点导错了 但这些字里也有某种规律吧 有规律 很多人觉得这字真的太像汉字了 对 其实是我利用了汉字的构字的特殊规律 我就是想让它尽可能地像汉字 但是它又不是汉字 那就得找到它的汉字的内部的构字规律 但是汉字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其实它每一个偏旁不熟 它都是有信息的 比如说和自然和什么相关的信息的字 配在一起的时候 大家就会觉得这字是谈自然的 比如这个字你说它是风还是雨 对 但是它一定是和天气有关 我也这么想 是吧 一定是和天气有关 对 有意思 天书其实是它在央美读硕士期间的一个算是突发奇想 它当时就想创作一套谁也读不懂的书 然后它都从1987年到91年四年的时间 它几乎就是像闭关一样的 每天就躲在自个儿的那个宿舍里面 就刻了4000多个就像汉字一样的文字 装丁成册印了书120套 然后每一套四册600多页 它其实想表达的就是当艺术的创作 就假戏真做到了极致的时候 艺术的那个魔力就会生效的 每一个人面对天书的时候 会完成自己的思考 我想这是这部作品的意义吧 我当时真的有一种崇高感 我觉得我关在屋子里 刻了这些东西 比生活中的这些人去排队买菜 去什么购物 都要崇高 我跟别人是有距离的 但是当这个作品交给社会了以后 它这种距离感就没了 所以之后那个创作的过程是一块的 对 我心想其实我觉得这四年时间很享受 我很舒服 因为我不至于在外地参加各种文化 那时候就文化热 文化讨论啊什么 讨论来讨论去 最后你本身身上有的 或者说一种东西都没了 那你每天在积累 在那刻这些字 这些字连我自己也不认识 那完全最纯粹的跟物质的沟通 我觉得特别踏实 人的终极命题 就是把时间怎么浪费掉 真的是我们的终极 就怎么样对抗日常的无聊 对 这是终极命题 对 只不过我借助艺术来满足这个东西 其实是这样 本质上是这样的 这儿就是一些背景的资料 对 我是用的中国的传统的划刀 这种竖刀我们小时候 削铅笔用过类似的 对 特封礼 这个书呢 其实它虽然是没有任何内容 抽空的内容 但是它其实这个管理这个书的程序 特别严谨 比如说它那三个大字 就是它的题目的字 就像那个封面上的头三个字 它一样的 它其实有页数的 然后你从前面的目录页的这个题目 这两个字 所谓字其实不认识的 只是两个图 翻到这一页 它是可以找到的 那为什么这三个字放在封面 这三个字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还是 没有任何意义的 随机的 但是我只是觉得这三个字 我特别喜欢 比较美 特别漂亮 特帅 从那个肩架结构来说 对 我觉得比较美 但是这几个字 人家觉得是很肉夹馍 或者说什么 有点 底下这跟食品有关系 下面特别像膜 对 对 对 反正你跟你学有点关系 天书当年在中国美术馆展览的时候 当时那个厅的那个租的费用 三千块钱 对 然后您说您用一幅作品 来换他们的那个展览的那个费用 他们拒绝了 因为那时候的美术馆是要 有点经费才能够用那个展厅的 对 后来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后悔 但是呢 确实因为这个作品 好像变得越来越重要 然后也进入了好几本那个 世界艺术史的教科书 甚至那什么 大学入学考试的准备那个 这类的里头都有这个天书的内容 感觉它有点重要了 所以美术馆就喜欢收藏 当然中国美术馆它没有这个作品 但是现在呢 就是说它确实价格就比较高了 但是最终啊 说是在艺术家作品 最终都是要交给美术馆的 这是肯定的 那时候普遍理解的前卫艺术 就是要有颠覆性 要有那种反叛性 是对精致的艺术的一种 全面的反叛 对 改造或者这么一种 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天书呢 有点太精致了 太学术了 是吧 太注重技巧了 所以他们觉得 这都是学院的什么当代艺术 或者说觉得不够不够前卫了 但是老先生们会觉得 本来他发展是一个很好的艺术家 但是呢 怎么去弄这些东西 有点感觉本来是学交响乐的 你怎么去唱摇滚了 在那时候 对 是那个劲吗 大概有点这意思 但那时候您明白自己 这是我作为一个艺术家 在那个时候 我对于社会 我参与社会事务的 一个表达最好的方式 对 就是这么简单 其实是 那其实还真的不是从材料 风格来入手的 当然我想的是做当代艺术 可实际上你做出来的东西 和标准的当代艺术 是不一样的 那时候我们并不了解 西方当代艺术 我们只知道 来西方当代艺术 走得已经很远了 总的感觉就是 觉得他们在形式的手法上 已经是达到极致了 我们没什么可做的 但是我们要做当代艺术 或者说我们要做更好的当代艺术 那你就只能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可能是从根根上去 寻找艺术创作的这种新的表达法 或者可能性 但实际上后来 90年我去了美国以后 最后参与这个直接的 像短兵相接着的 接触当代艺术的创作 和我们过去在国内的时候 想象的不一样的 比如像天树这样的装置什么的 最后发现 其实在国际的当代艺术领域中 作为装置艺术 它也是一个很有新的提示性的 这样的一种手法和装置作品 它是这样的 从小就在学习那些 所谓专业的画法 我可以完成很好 然后我也很努力地 进入得很深 那时候就觉得 你要成为一个好的艺术家 这是最关键的 但是后来发现 一个好的艺术家 真正要劲的地方 还是他的思想力 做天树的时候 我就很想着 就是说一个 我做当代艺术 我要做新艺术 可是新艺术 什么样也不知道 那时候其实还没有这种认识 为了艺术的工作 有时候会远离艺术 不为艺术 或者说艺术之外的工作 有时候更具有艺术的内核 鲁豫有约一日行 提醒您节目正在继续 本节目由豆本豆植物有机豆奶冠名播出 豆奶牛奶换着喝 营养更均衡 吃艺术就选艺术 本节目由25年专注高品质艺术的 艺术特约播出 天树那个作品之后 徐冰老师就去美国工作生活 差不多17年的时间 那每一个人在最初 离开自己母语的那个环境 然后到了一个新的语言环境的时候 会有一段时间 就你有意无意的 会为了融入新的那个环境 会抹去自己母语的 那个某种印记 但后来一个人就会发现 你的母语 你的自己的文化基因是抹不掉的 而且那恰恰是一个人 最大的力量来源 创作当中尤其如此 所以你到后来 你能够看到徐冰老师作品当中 那种文字的转化变形 就是他那一段时期 对于中西方的文化思考 一个最大的艺术呈现 这作品叫ABC 其实就是我到美国以后的 第一件作品 等于咱们学英文什么 都这么用 用汉字标音嘛 用汉字 对 我知道小时候 对 同学里面有 对对对 R 我没意识到这个 对对对 ABCD EF 对 它是反的 其实 因为它这是一个印刷用的字形 这也太可爱了 对 我不知道现在小孩是不是还 还是老师不让这么用 对 我们班里面有 班里面有东西 对对对 W你看 对对对 这是W 把俄翻译把它翻成了俄语 其实中文是最相对来说 比较包容性大 和相对模糊的文字 或者说任何不同的地义的文化 都可以借这种东西 来作为自己的文字 因为它等于是世界上最大人群的 共同使用产生的一种文字 对 是 对 你看这也挺逗的 这就是我刚有这想法的时候 写的 你看 那时候写的就很难看 这是很早期的时候 很早的时候 因为我脑子里这个拼音 和中文的这书法 它就完全两个东西 你怎么想它也不能弄在一起 所以你书写的时候就是很变 自己开始还没有摆脱英文的 没有 完全没有 对 对 对 是吧 完全没有 对 这东西不好看 但是它记录了我的一个人 思维中的斗争 你知道吧 斗争 这都是一些试验 比如说这个呢 我是在试验最长的英文 到底能不能用这种规律来写 它都是按照中国人的那构子规律 上下结构 左右结构 内外结构 这个是艺术 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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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读得很快了 然后这个呢 因为这个比较小字母的就是 这个是为纽约大都会 他们成立150周年纪念 这个呢 其实这些 这些印章其实是二维码 这个艺术还真的很像一个人的脸 你不觉得吗 是吧 因为我们小时候小孩画那个画 我说一个丁老头什么画的脸 对 就很像一个人的脸 是吧 艺术 这作品就是等于是用了 21个不同语言文字 猴子这个字 然后我把它给按照他们的这个 这个文化的风格 其实给它设计成那种 有点像异象的这样的猴子 然后它是笔画之间的勾连 最后从天顶一直到这个垂到下面 冒月 我父亲母亲都是学外语的 我看就是他们的 爸爸学特别小的那个 菲多的斯瓦西里 有 斯瓦西里 对呀 有 还有一个是我爸爸学的语言 我爸爸看到很兴奋 我妈妈学孟加拉语的 又说这么有意思 对 你看斯瓦西里它其实很漂亮 它就是英文的那个 对 特帅 对 特帅 我发现您对文字是特别感兴趣的 您创造的某种这种语言 特别像我们上大学那时候 我们 我是广源国际新闻外语系毕业的 然后当时我们系有一个专业叫世界语 世界语 对 世界语就是一个人为创造出来 只有100多年历史 但现实证明当时我们学世界语的同学 如今一定没有人在从事世界语了 没有 其实是无效的 其实语言呢 其实它的在演化中的 语言的演变 其实基于唯一的目的 就是它的功能性的好用 一学 就传递信息 传递信息 方便 其实就是这么唯一目的 那至于你把它赋予政治的含义和内容 或者说文化的含义和内容 或者说情感的含义和内容 甚至美的含义和内容 其实在这里都无效 因为你老说艺术它生效了 嗯 怎么样叫生效的 简单说 就是它给人们带到一个新的地方 这个新的地方是过去人们没有到达的地方 这我觉得这个艺术应该是生效的 在美术馆的大白的空间里头展示的 或者说放在这里才被指认为是艺术的东西 它未必生效 嗯 而我们在艺术之外的没有被指认为艺术的 或者说没有被界定为艺术的东西 它有可能更有艺术的内容 嗯 徐斌作品最可贵的一点就是 他会愿意参与社会现场 而且徐斌的作品 他会不受风格的制约 不受材料的制约 总是会愿意找到最与众不同的 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表达方式 比如当年美国的911事件 它是经历者 它用当时收集到的灰尘结合东方禅语 创作了作品《何处惹尘埃》 探讨的是精神空间与物质的关系 2008年回国后的第一件作品《凤凰》 它关注的是城市化的进程中 建设者 建设废料等问题 《地书》系列 就是在关注当下 人们日常交流中 被频繁使用的表情包和符号语言 2021年 它还发射了一枚 徐斌天书号火箭 成为了太空艺术的探索者 我发现这个领域的真正的 称得上太空艺术的作品太有限了 真的太有限了 因为它完全是科技主导的 对 它是科技主导的 那我最开始其实不以为然 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 就像现在科技艺术似的 其实绝大部分的科技艺术 其实没有艺术 只有科技 但是后来 我觉得我也不想放弃这机会 所以我就后来对科技 科幻什么的 特别是对太空艺术这个领域 做了一些研究 我发现就是说 艺术创作的能量 不来自于艺术 知识和系统本身 来自于社会现场的能量和创意 那这两年多以来 真的是太空热 是 对 就好像感觉 我们每一个人可能 过两年都会有机会 去外太空旅行一圈 太空科技 与我们一般人的关系 它只会成为一个 越来越大的 人类的社会现场 它一定会改变我们的思维 和对现实的生活方式了 所以不同的艺术门类的创作的途径方法 故事都不一样 我去贾张克一次讲 他说 他说我作为导演特别羡慕作家 说有个想法 你拿一张纸拿个笔 你就能创作了 对 我也是很羡慕作家 就是说我觉得作家呢 是最纯的思想力推动的工作 就是他不太受其他的客观材料的制约 比如说我做这个大的这个引力剧场 你没有这空间就不行 你没有这空间就不行 你没有这经费也不行 但是作家呢 他是就是一直笔 一杯咖啡一个纸 其实最简洁的一个 不受任何人干扰的一个 思想力的推进的工作 你写不出来 你写不到哪儿 谁都赖不了 我们这个比如说 我这空间不够好 我还赖我的空间不够好 我的思想没有表达的充分 你知道吧 但是最最羡慕的作家是什么呢 其实还是在于文字 创作出来的东西 它永远是不变形的 怎么讲呢 就是说古代绘画 你看那么黑送画 最后饭宽什么这些人 这都变色变到这样 现在还在展览呢 但是我老说饭宽见了 现在他的画成了这样 他肯定见人就说 我刚画完的时候不是这样 肯定的 那我们现在这个布置一个展览 是吧 哎呀这儿光线要暗一点 那个那个镜子什么的 什么要怎么样处理一点 怎么样怎么样等等的 那将来你都死了 他如果人家对你的作品有兴趣 人家再顾不了 他这光线要这么一点暖一点 或者冷一点 从这儿照和从那儿照 其实不会在意的了 但是唯独作家的文字 到什么时候都不变形 即使你这本书封面不好看 印得很难看 但是你的创作的那个作品本身 它不变形的 你说这个东西多值得努力去 把这字给它码好啊 它这么没关系呢 在生活中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平时无精打采的 别人说哎呀你挺累的吧好像 我说我的风格就这样 哎呀了解我的人就说 哎呀你别看他这无精打采的 他这都在攒力呢 他需要有那个能熬很长时间的时候 他能熬 他需要有爆发力的时候 拼出一东西他是可以的 您在人生什么阶段 是最渴望被认可的 我想还是你当孩子的时候 就是你很渴望父母夸赞你 我记得我第一次洗碗 我洗特快 然后那个我就想在我父母那表现 我能洗碗 而且我很有本事 最后洗了一身全是水 但是其实就是说 你期待父母对你有一个认可 长大之后再也没有这种需求 我觉得都没有那么强烈 真的没那么强烈 那可能是因为您从从事艺术以来 一直是获得了足够的认可 有可能对 比如说那你说比较大的认可 像那麦克阿瑟奖什么 都是很大的认可 对 但是说在我 我首先那时候我不知道麦克阿瑟奖 是什么 委员会主席就说 你又没有一点时间 我通知你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当时正在PS1 在布置一个展览的就是残花那个 我们就需要一个瓶子 就没有合适的 在曼哈顿找来找去没有 我说我没有时间 我说现在我在布展 第二天开幕 美国那些艺术家什么的 策展人什么的了解说 说这不得了 你一定是得了这个奖了 她说为了让你知道这个奖如何重要 我告诉她那奖金是多少 39万美元 那是20多年以前了 那我就给我妈妈打了个电话 我说我得了个奖 我说这奖很重要 我说这如何重要呢 她的奖金是这么这么多 您看用一个具体的数字 来衡量她的价值 对对 我跟我妈妈说 我说其实是给你的 因为这个奖叫天才奖 如果是天才不是用你生的吗 是吧 我妈就当然很高兴了 聊一聊放下电话 那我还是回头 还去做作品呢 还得解决第二天开幕的 你依然没意识到 它是有多么重要 对我当时没有意识 所以还是小的时候 父母说一句 哎呦 那是很难得的 你这玩喜得不错 对 就是那个成就感远远 可能大于后来 得了什么麦卡斯奖 对对对 之类的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本节目有25年 专注高品质燕窝的 燕之屋特约播出 从小的理想就是 进中央美食学院 做一个以画画为生的人 最后北大清华 都去我们那底下招生 我妈打电话说 你哪个学校都要上 我就不太想上 就等着美院来招我 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美院就没来世 后来差点给我弄到 电影学院去 跟张艺谋陈凯哥 他们是同样 对 多像电影 有点像电影 我当年那时候呢 我在农村呢 插队呢 然后我去农村 就带着一本王石阔的 画血液的那个 很好的一个教授艺术家 还有几本 《新中国木客集》什么的 然后收工以后就是 今天说去谁家画 在炕头一坐 然后对着画 77年就是 就是我们 恢复高考第一年 对 但是我比较轴我这个人 从小的理想就是 进中央美食学院 最后我就等着那个 美院来招我 最后北大清华 都去我们那底下招生 招完了 我妈打电话说 你哪个学校都要上 我就不太想上 因为我觉得一上了 清华也很好 清华建筑也很好 我比较固执 我就是觉得 如果我学了任何一个专业 我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专业的艺术家 艺术就成了业余的了 不知道为什么 等着美院来招 美院就没来 始终 大家都招生结束了 然后我也没办法了 然后呢 当时公社想给我留在公社中学教美术 我那时候老是带着我的速写本 回村最后在那避雨 我怎么听几个人说北京话 后来他们说他们是电影学院来招生的 我马上把我那本子拿出来 我说我画的挺好的 我能不能去你们那儿 因为摄影跟美术还有点关系嘛 他们看了我这个东西 当时就决定把我弄到电影学院去 就是电影学院跟那新营厂联合培训的 那就七八班 就是跟张艺末 陈凯歌他们是同一面 对 这时候美日学院来了 美日学院不太晚了 来了以后最后就跟他们谈 最后那个北影的那个孟老师 他就跟我说 说的徐兵啊你画的太好了 说电影学院不需要画这么好的 说还是你去哪儿得了 多像电影啊 特像 对 有点像电影的感觉 很多孩子来看 很多学校 家长 带着孩子来看 对 你看那个小孩在那儿 那小孩一定在 对 他在摆一个东西 他自己就构成一个环子 对 我很想知道小孩看到的是什么 对啊 很想知道他的感受是什么 对 我的作品就是孩子和年轻人 嗯 他容易进入 嗯 越是受个高教育的人 文化概念比较固定 已经固化了的人 对 他反正不容易进入 对吧 我也觉得是 这个是背后的故事 嗯 这个里头一笔都没画过 其实它是靠光和空气 在空间中的这种关系 嗯 构成那个光的复杂性 嗯 因为这个东西构成了前面的图像 嗯 因为我们把玻璃 给改成了一个毛玻璃 就伸直玻璃 对 毛玻璃呢 它就是说你这个东西 离那个玻璃最近 嗯 它就特别清晰 嗯 就是它那个图案特清晰 嗯 你离得远一点呢 它就会虚化 就很像国画 嗯 就现在所有的材料 对 都是这些材料 我觉得我们从小受到这个美术教育 或者美学教育 会有一个 至少我们那个年代 会有一个误区 嗯 上美术课第一天 老师就告诉你 这个画得像或者不像 对 你画得好或者不好 嗯 所以我从小到后来 我一直要批判我的观念就是 艺术它跟像与不像 其实没有关系 对 技巧重要 但它的技巧不是全部 这个是误导太厉害了 其实 孩子自身 就带着很强的当代艺术的元素 嗯 当代艺术 整个在文明进程中 就是以这个 没有被文化过来的姿态 来帮助人类文明进程的 才有价值 才需要你们这些 是吧 考不上清华北大的人 但是你有一种那种 天性的动物的自然性的部分 但现在美术教育 可能依然是这样 这个呢其实是 考试制度是有关系的 考试这一天 在美术学院外的都有那个 卖颜色盒的 那都标好了 这个亮面用这个颜色 暗面用这个颜色 中间色 反光用什么什么颜色 眉毛的亮面用什么颜色 你就用这个东西去画 有可能就能考上 办考前班的 它希望的学生都能考上 它并不是按照一个 成功艺术家的要求来的 所以现在的孩子也会经历 您当年经历的过程 我先按照某种标准 把我自己塑造成那样子 然后再打破我所有的 那些过往的标准 对 在任何时候 您有作为艺术家 会有一个表达 我会有被束缚住的时候 我想表达 但是第一 我找不到表达的方法 第二 我可能还暂时不能够表达 就是这么说吧 总的来说 其实我这个人在 因为有人会觉得 你好像总是一直在探索 和往前走 或者说总是对前一阶段的作品 带有一定的反思性 包括表达手法 我真的还很少有什么平静期 就是我知道 我总是有要说的话 因为这个世界变异太快了 问题太多了 你的敏感 你的感受一定是会有的 但是你怎么说这个话 你是得寻找搜寻这个表达 新的表达法的 就是艺术家最终的要做的事情 就是你是不是找到了 新的表达法 把你要说的这句话 或者别人没说这句话 给说出来 那我对自己要求一点高 就是说我过去使用过的表达法 也不能现在拿来再用 因为这个世界和我都不一样了 为什么艺术最后 它是一种很特殊的领域 就是因为艺术家必须找到一种手法 把这个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 用一种物质化的材料 所谓艺术给它说出来 艺术史都是记载这样的艺术家的 因为它是艺术史 它不是思想史 它不是别的历史 但是呢 当代艺术的由于这种混水摸鱼 等等等等的各种各样的 被这个架到了这么一关系上 所以鱼木混珠 就是有鱼木混珠的存在 是因为我们作为普通的受众 我们不了解 我们不懂 还因为市场可能也给它们这种 生存的空间跟可能性 对 很多人为什么一到周末 就去现代美术馆 当代美术馆看那些看不懂的东西 这里就形成了一种什么呢 就是说一种文化的等级感 比如说我去看 现代美术馆看不懂的东西 你一整天带着孩子去看那些写实油画 那显然我的品位可能比你高一点 因为我知道去看看不懂的东西 它就最后给人培养的就是 这种鄙视链一直存在的 一直存在的 而且这些观众也被培养成 带有视觉自虐性的一种习惯 我们就算视觉自虐吗 就是说过一段要去看 看不懂的东西 觉得挺舒服的 比如说现在看进入艺术 我们都习惯了需要文字的阅读 才能进入这个作品 这其实就是一个悲剧 因为任何的文字解释 都不能够解释这个艺术本身 这也是维斯根斯坦的这些人的一个态度 事实上就是这样 如果能够解释这个艺术就不需要存在了 比如说市场 大家就更不明白了 说这一堆垃圾为什么就价值连城 比如说藏家吧 为什么收藏这个 这些大牌的 有这个市场的标价的这样的作品 我藏家花了这么多钱 我挂在家里头 如果不是这个艺术家最典型的风格 别人来我这看他无效 对 客人看不出来你这么有钱 你的东西都是经典的 这就促成了让艺术家 不断的复制自己的经典的图式 或者样式这样的 大家就会觉得艺术的关键的东西 就是这艺术家创造了一种图式风格 这其实就是一个误导 当代艺术也是很多是无病声音的 把这个造型弄得有点怪淡 是因为觉得艺术需要这种怪淡 可是它其实不好看不美 普通人和这个所谓当代艺术之间 确实存在一个巨大的一个断裂 这种断裂其实是很多原因的 不是艺术本身的原因 我跟徐斌老师聊天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他有一个讲话的一个习惯 他会本能地努力你做自己的观察和表达 他让我明白我的感受是无可替代的 他也希望能够尽可能给大家提供一个新的 看待艺术看待世界的一个角度 这也是一直以来他的一个艺术的坚持跟追求吧 你能够通过他的作品 可能找到自己想对生活做出某种表达 你会觉得他的作品不是 不是人间烟火的 不是高高在上的 他也是我们对于生活 对于美 对于很多社会事物 我们有的表达 那种连接感是他的艺术在今天 拥有如此多的观众爱好者的一个原因吧 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 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 微博 熟悉合作媒体 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 新浪综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上微博 采与鲁有约一日行话题讨论 分享你的观后感吧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 新浪综艺 上优酷视频 搜索鲁有约一日行 观看节目完整视频 上搜狐视频 腾讯视频 搜索鲁有约一日行 观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 上凤凰网娱乐 搜狐娱乐 网易新闻 网易号 腾讯看点 半岛都市报 每日经济新闻 中国综艺网 头条娱乐 查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下载Zaker新闻客户端 凤凰新闻客户端 一点资讯 今日头条 腾讯看点 嗨油APP 小油APP 制油APP 获取本节目更多信息 好看视频 轻松有收获 上好看视频 看鲁有约一日行 和竹芒一起看鲁有约一日行 与人生美好有约